他原本是辛辛苦苦加班的打工人 却还遭渣男的背叛 在外面养小三 因为偶然的一次意外 与表面上绅士丰度的顶头上色 发生了肢体亲密接触 他快下班时 接到了老板的电话 副总命令他过来 买Open001 他只好妥协 心里吐槽道 大半夜的 打工人的命也是命啊 华越酒店顶层706号 一个娱乐圈刚火的明星打开了门 促眉问道 你是谁 他穿着职业套装 将一个方形盒子递上去 你好 我是副总的秘书 这是副总让我送过来的东西 副总冷眼看了他一眼 女生拿到东西后 满眼欣喜 副总 你这个秘书还挺听话的呢 周星被无视 毫无情面地合上门 周星伸了个懒腰 看来今天注定要加班了 他每次都是对着墙等两三个小时 就不能快点吗 正想着 房间门开了 周星有些讶异 这次负责这么快 难道年纪上来了 不行了 刚才那个女人走出来 表情有些羞愤 随手将001丢在地上 副总将那东西捡了起来 背对着他说 以后他再找我 你就说我不在 收拾完这里 就下班吧 周星认命 将衣服一件一件捡起来 真好 这时闹掰了 那以后岂不是不用再跑腿了 周星一想到这个就很开心 收拾得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副总 都收拾好了 接下来 我就不打扰副总了 副总忽然叫住了他 你怎么突然这么开心 下班当然开心呀 请问 还有什么吩咐吗 副总 他的目光若有若无事的周星看 身躯逐渐靠近 拿出001 你辛辛苦苦送过来的东西 我还没用上呢 要不你和我用 周星咪咪一笑 傻逼才想 为什么他的上司是这种人啊 外人眼中的负责 附加下一任家主 富士集团CEO金明优雅 高傲果决的黄金单身汉 而他眼里的负责 龟毛 洁癖 麻烦 万恶的资本家 被金钱诠释和优越外形吸引的人 最后只会成为扑火的飞蛾 他才不要当那个傻子 况且他已经有紫目了 脑子有坑 才会和他扯上关系 要不是 看在公资的面子上 早就不伺候了 周星并没有因为他这句话 而自乱阵脚 反而很冷静地反问 请问 这属于公事还是私事 富泽眼里多了几分玩味 垂眸看向了他的唇绊 当然是私事 周星明理的拒绝了 副总 工作时间 我不会谈私事 对于这个结果 富泽不惊讶 周星跟在他身边四年 要想爬窗早爬了 冷笑了下 明天签合同时 可别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周星愣了愣 什么错误 负责凑劲道 尺寸搞错了 我让你买001 你买成了002 太小了 他转身不再看他 没别的事 出去吧 周星低头 好的 出来后 胃部的疼痛越来越尖锐 实在受不了 第二天 顺便去医院挂了个号 检查的人很多 一片嘈杂声 突然耳间 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美美 慢点 他整个人一将 顺着声音的来源看去 人群中 李牧小心翼翼护着一个肚子 已经显怀的女人 两人之间的氛围 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的恩爱 周星站在不远处 看着这一幕 像是无形中 被人打了个大耳光 整个人亮腔的差点站步 他委屈地哭起来 李子墨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周星回来后 喝了很多酒 哭得很伤心 嘴边一直叫着子墨 李牧是他大学谈的男朋友 至今为止 在一起已经四年了 唯一不同的是 谈了四年 两人还没上过床 那一天 让他很激动 并开口说出了 我们结婚吧 我想要和你过一辈子 周星喝醉了 把副总当做了李子墨 再次说出了那两句话 副泽瞳孔猛然放大 一上来就被自家秘书给抱上了 还说了一通乱七八糟的话 副泽把推开了他 你这是喝了多少 缺席了这么重要的会议 就是为了在家买醉 周星伸手握住了副泽的大手 给他戴上了自己珍藏很久的戒指 随后再拿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份 满脸期待眼前的人给他戴上 他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扔掉了手中的戒指 别耍酒疯了 不过看在你第一次犯错的份上 话还没有说完 周星就哗啦啦地哭了 你果然不喜欢我 副泽压了一声 愣了愣 他捧着他的脸 小心翼翼地询问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副泽刚要说话 下一秒就被自家秘书倾注了组 紧接着 唇瓣上的柔软香碰 彻底袭击了他的大脑 脑子里轰的一声 顺势搂住了他的腰 这瞬间 他忽然就不想推开了 松了松领带 周蜜说 这可是你主动招惹我的 周蜜数一次醉酒 竟然把自己的顶头上自己睡了 吃肝抹镜后 还想着逃跑 等周星再醒来时 只感觉身上酸痛的要命 头昏昏沉沉 一旁的腹 则不知何时苏醒 眉头紧缩 醒了 听到这话 周星清醒了一刹 随即飞速转头 表情惊天错恶般的 瞪向身侧男人 傅泽嘲讽的目光盯着他看 怎么 昨晚那么热情 现在后悔了 后知后觉中 昨晚的记忆和现在串通 他睡了自己的上司 这下完了 周星的手 还继续摸着傅泽的胸膛 他喝笑一声 还没摸够 周星反应过来 立马闪现到一旁 傅泽也没继续说话 微微起身 周星脑袋转得飞快 我不应该犯这种错误的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辞职 辞职 好啊 那我们先好好算算账 他听到这话 心里一咯噔 这才想起 昨天有个重要项目的合同 对不起 傅总 是您帮我签了合同 这件事 我会给您一个交代的 傅泽冷哼一声 浴室在马 前面那扇门就是 周星意识糟了 傅泽很难搞的 这关肯定很难过 这时 听到了浴室里面的呼喊声 周星 洗发水在马 周星你 就用这种沐浴露 他已经忍无可忍 猛地打开那扇门 傅泽请问 有什么吩咐 傅泽此时此刻在洗澡 周星反应过来 也吓了一大跳 连忙落荒而逃 忽然傅泽拽住了他的手腕 把他扯到自己怀中 别走啊 这么突然闯进来 你想干什么 你还想再要 可以直说 周星拼命地挣扎 小声说 我可以出去吗 傅泽这才放过他 开玩笑而已 这么紧张干什么 去吧 他拿着一条毛巾 擦拭着头发 下一秒瞥见一个相框 照片是自家秘书 和一个男子 原来周秘书 是把他当成他了 周星发现 后立马把相框扣住 傅泽喝了一声 你的私事 已经影响到工作了 他努力控制着情绪 我保证没有下次了 傅泽像是听到了 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 哦 你怎么保证 他的心猛的一次 既然傅总不信我 那我还是辞职好了 傅泽上前一步 眼神变得凌厉 高大的身躯靠近他 带来沉沉压迫 用辞职来威胁我 突然房门被打开 周星 你怎么把我的东西 都丢在外面了 他神色变得很紧张 你来这里干什么 李牧直到看清客厅里的 陌生男人 还有两人之间微妙的气氛 变得怒不可遏 他是谁 我说为什么突然分手 原来是把小白脸 带家里来了 周星懒得跟他解释 拿着你的东西立马离开 别让我说第二遍 李牧看向他的眼神 写满了爆铁真物 我走 凭什么 我知道了 这小白脸比我有钱是吧 你就这么喜欢钱 周星伤心的哭了 自嘲道 过去四年 我真是瞎了眼 怎么爱上你这种人渣 负责不耐烦的 责了一声 把秘书护在身后 他喜欢什么 关你什么事 重重地说出一个字 滚 李牧此刻恼羞成怒了 你说什么 傅泽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 沉声道 果然畜生就是听不懂人话 我说滚 李牧见他嚣张死了 挥起拳头就要打他 没想到实力太强了的傅泽 一把握住了他那不堪一击的拳头 李牧立即疼得大叫了起来 周星迎冷出声 傅总 让他走吧 傅泽看了一眼身后的女人 哭得很伤心 这才松开手 放他离去 滚了 李牧还在那叫板着 你们这对狗男女 给我等着 说完甩门离去 周星无以为报 只能说一声谢谢 他低声 谢什么 我的报酬可不低 周星身形摇摇欲坠 再负责察觉到不对劲前 勉强支撑主 半个小时后 医院 傅泽坐在沙发上 看着秘书的病例 周星昏迷了不知多久 终于醒了过来 傅泽已经察觉到了周秘书的目光 还是一贯冷烈 看够了吗 他勉强坐起 傅总 谢谢你 傅泽饶有兴致 嘴角轻笑了笑 魏溃疡还敢喝那么多酒 周秘书胆子很大 医生说 要是再晚一步 就发展成魏窗口了 周星钻紧身下被子 我一天24小时 不关机为您服务 结果请假申请 放在您桌子上 您看都不看一眼 傅泽回一片刻 和一堆废弃报告 一起送来的那个 你怎么不把请假申请 塞到碎纸机里 打碎了再给我看 周星深呼吸一口气 论伶牙俐齿 和不要脸 他怎么都比不过傅泽 夏定决心道 我不想继续在你身边工作了 傅泽沉默了好一会儿 突然抬起他的下巴 失恋会让人感情用事吗 周秘书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人 周星坚持自己的决定 这时我冷静思考过 男朋友都没有 谁还要当牛做马 的攒钱买房 有这钱享受人生 不是更好吗 傅泽紧紧地盯着他 不紧不慢地说 周秘书 你觉得你能逃开我吗 周秘书 把顶头上司吃干抹净后 竟想偷溜走 不料气场强大的傅总 当场把他抓住 并与他签订契约情人 周星面不改色 傅总 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失 我会一并承担 离职是我的权利 我想 这也不为法吧 傅泽刚想说什么 一旁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他择了一声 转身离去 周星便接起了电话 得知自己的父亲住院后 神色变得紧张 匆匆来到了医院看望 医生告知 他的父亲摔下来的时候 骨折了 再加上该挨早期 目前情况不是很乐观 傅泽此刻就在门外 听到了这一切 周星送医生离开时 说了一声谢谢 前我会几块凑琴 傅泽了闭眼 缓慢出声 赛翁失马 胭脂飞幅 周星见副总还在 语气挺冷的 你怎么还在 他醋了醋没 你确定 现在要这么对我说话 我已经通知人士了 你的离职手续 很快办下来 周星眼睫颤了颤 为了父亲 只能改变主意 扑刺一笑 看来你真的很缺钱 那我给你个机会吧 忽然拉着他的手 把他扯到自己怀中 只要你做我的契约情人 不仅不用担心 你爸的手术费 还有得赚 周星刚想拒绝 就被负责阻止了 别着急反驳我 我相信周秘书是个聪明人 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说完这几句话后 负责就离开了医院 随后周星不得不再来 富士集团上班 满脑子想的是 自己存款根本远远不够 可是自己的上司 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要求 难道只是 他想换换口味 自己不会是 他喜欢的类型吧 不不不 怎么可能 他正想着 一个小员工看不惯 就朝他身上 泼了一杯水 急笑道 这不就是放副总鸽子的 那个女秘书吗 对不起啊 没看到你 身后的人议论 在副总面前矿工 真是不怕死 胆子这么大 不会是 有什么后台吧 周星还是微微一笑 没事 以后小心点 看见他这副模样 更生气了 和谁摆前辈的臭架子呢 我告诉你 你马上就要被开除了 突然传来一道不悦的声音 谁要开除我的秘书 负责走过来 看见是个不起眼的员工 冷眼冷语说 去人事部吧 你被开除了 还围着干什么 如果有人觉得 工作太少了 可以通过周秘书告诉我 说完搂着周秘书 往前走去 周星却半路正开了 负责不经触眉 办公室里面 负责正查阅着文件 一边问 我之前问你的事情 考虑的怎么样了 他吞吞吐吐的 很是犹豫 忽然想到 医院里父亲说的话 对不起啊 行行 住院费挺贵的吧 我这点伤回家养着就行 工地还没开工资呢 周星才妥协 很不情愿的说 我愿意 负责看着他这副表情 可不像是发自内心的 闭了闭眼 那今晚十点去零点酒吧 老地方去签个欠条 不要因为这是 影响正常工作 只要你让我满意 最后 我会把欠条撕掉 周星心里明白 即使没有欠条 负责他也有 无数种方法能约束他 相比之下 线条已经是最温和的手段了 不断提醒自己 周星 副总只是想跟你 做一场交易而已 晚上 周星如约来到了酒店 刚走进去 就发现林梦在前台 不断地喝酒 听到他的哭泣声 上前几步问道 梦梦 你怎么在这里 林梦看见是周星后 委屈地扑了上去 我没家了 我爸还是让那个小三进门了 周星正安慰着 几个嫌恶油腻的声音传来 那我们送两位美女 回家 不如直接去我家吧 周星立即护住林梦 不用了 别客气嘛 等过了这个晚上 咱们说不定就熟悉了呢 周星气急 呃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忽然负责挡在了他前面 一个熟悉的面孔 映入眼帘 周星放心了 负责视线阴冷 一阵强烈的低气压 席卷而来 重重吐出一个字 滚